Hello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讲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流浪地球》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啊,这也是大流非常有名的一个短篇作品 没有看过的同学可以建议去看一下 为什么呢?第一点,肯定是因为这本书非常的精彩,脑洞开的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 这是一个短篇小说,基本上刷个手机的时间就可以看完了 不用担心会影响工作或者学习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故事呢,是这样的 在主角生活时代的三个多世纪以前 天体物理学家探测到太阳内部轻转化为氦的速度突然加快 于是向太阳发射了上万颗探测器 利用得到数据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太阳模型 根据模型的推演发现 太阳将会在400年之后发生一次核闪 并转化为一颗红巨星 那时候地球将会被毁灭 而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逃离太阳系 这时候就出现了两个派别 一派认为可以制造巨大的宇宙飞船逃离地球 而另一派觉得应该带着地球整个一起逃走 最终地球派取得了上风 因为距离地球最近的有行星的恒星是在850光年以外 按照现在的飞船技术需要航行17万年 而飞船上的生态系统显然是无法支撑这么长的时间的 所以这个方案就被否决了 而按照地球派的方案 带着地球一起走就只需要飞行到最近的半人马座 总共耗时2500年远远低于飞船派的时间 而且有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作为支持 稳定性也有很好的保障 按照计划好的方案 人类逃亡一共分为五步 第一步用地球发动机使地球停止转动 第二步全功率开动地球发动机 使地球达到逃逸速度飞出太阳系 第三步在外太空加速飞向比铃星 第四步在中途使地球恢复自转并开始减速 第五步地球搏入比铃星的行星轨道 成为新太阳的卫星 而这五步也分别被称为刹车时代 逃逸时代 流浪时代一 流浪时代二 和新太阳时代 这里讲一下地球发动机 这也非常有意思 小说里头把地球发动机描述成了巨大的金属山峰 其中高度比较高的可以达到超过一万米 想想看 珠穆朗玛峰也只有8848米 所以这个高度是非常吓人的 可能有人要问这么大的发动机你要用什么燃料呢 这个也非常的有趣 他们用的是石头 因为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综合聚变的技术 所以可以用存量极大的石头作为燃料 但是即便掌握了这个技术 为了完成计划 也要消耗掉几乎一半的山脉 这些地球发动机基本分布在亚洲和美洲 因为只有这两个大洲的大陆架 可以承受出这么大的作用力 主角是在刹车时代的最后一年出生的 因为地球表面生成环境的恶化 人类都搬到了地下城市生活 但是地下城市也不是完全的安全 因为地球的加速度 地和铁镍核心的平衡被干扰 造成了频繁的火山爆发 主角的母亲也在一次灾害中上升 不过为了人类的未来 一点点的牺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在地球成功逃离太阳系之后 一些天文爱好者发现太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于是他们认定核闪 是一些掌权人士编造出来的谎言 都是用来欺骗民众的 这让他们非常的气愤 这样的情绪很快就在整个星球上蔓延 不久便爆发了全球性的起义 因为参与起义的人数非常的多 再加上政府内部的叛乱 政府军根本无法抵抗 很快就被打败了 5000多名高层官员被丢到 零下100多度的冰面上被冻死 可就在一个小时之后 太阳的骇闪就爆发了 太阳变成了巨大的红巨星 反叛人员都惊呆了 可是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牵移计划还得继续进行 在2000多年后 半人马星系上 三个太阳的阳光会重新照射到地球上 温暖当时的地球人 听到这里这本书就结束了 下面想跟大家聊几个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就是人类要牵移去的地方 就是三体里头三体人住的星球 在三体里头是三体人要搬到地球上来 而在这本小说当中 是地球人要搬到那边去 这样一对比就会发现非常有趣 还有就是我在看小说的时候 不同类型的小说 在我脑袋当中有不同的质感 比如说在看我是猫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是由天蓝色和嫩绿色组成的 非常的清新美好 在看高老头的时候 背景就是映造在西洋下的巴黎古老的城区 很有历史的气息 而我在看流浪地球的时候 整个世界山峰感觉就是像 非常开心去happy去庆祝 生个体的幸福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另外就是在有人怀疑太阳 骇闪爆发真实性的时候 一点点的怀疑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市场 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怕的 尤其是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 不良的信息特别容易传染 而辟谣的成本又特别的高 所以需要我们认真的去鉴别信息 拒绝去盲从 现在有些人认为 网络上的声音代表的名义 其实并不是 有很多的人 他是保持沉默的并没有发声 而在发声的人当中 大部分人也是有少数几个 比有用心的人煽动的 所以最后想说的是 独立思考对人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投币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